据中国国防报9月27日报道,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近日将湖地路的一座桥梁,以丹徒基一等功臣沈国梁烈士的姓名命名。 烈士亲属,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代表,烈士生前战友及社会各界人士240多人,一起在国梁桥上为沈国梁烈士雕像揭幕。 除了国梁桥,丹徒还将当地另外七座桥梁分别以其他七位当地烈士姓名命名,并在纪念国家烈士纪念日前夕,逐一举行了桥梁命名仪式。 以烈士姓名来命名地名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例如俄罗斯为国烈士纪念法就规定,可以采用烈士的姓名命名街道、广场、公园或者教育机构的方式纪念烈士。 我国也有不少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城市、乡镇、村庄、街道、广场、公园和学校。 比较有名的就包括辽宁省朝阳县上志乡、河北省县县本斋回族乡、四川省以龙县斯德乡和重庆市铜梁县扫云镇。 放眼中国大地,还有不少地名用英列的名字命名,他们被写在邮件上、刻在门牌上、夜带地图上。 我们觉得岁月静好的今天,是英列们当年为之奋斗的明天,他们的牺牲值得我们永远明镜,而地名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以烈士名字命名地名,可以把烈士生平世纪,融入百姓寻常生活,让人们前一幕话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江苏省在2016年年初研究出台的《关于完善雍军政策、增强军人荣誉感》的意见中指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的用光雄战役战斗对新建的道路、隧道、桥梁、广场等设施项目进行冠名。 中国国防报报道,镇江市丹图区委区政府和人五部,在学习中感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各地采用烈士名字,命名了一大批地名。 丹图区的荣炳乡以玲荣炳烈士命名,齐义村以和齐义烈士命名等。 近年来,国家先后设立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在此大背景下,以烈士名字命名有关地名很有意义,我们通过丹图区地名办了解到,境内有270余宙无名桥梁、寒洞、隧道。 丹图区双拥,办公室提交以丹图及烈士名字命名有关设施项目的方案,很快得到镇江市地名办的批复支持。 他们选择了八座较大桥梁,分别以烈士的名字命名,并根据烈士遗留的照片。 兴兴制作汉白玉雕像,捐克烈士生平世纪。 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赞扬。 除丹图此次对无名桥梁进行命名外,使用烈士姓名对新建的道路、公园冠名,或者对合并后的社区、村庄、学校重新命名也是很多地方不忘英烈、尊重英烈、礼遇英烈的实际行动。 例如为纪念驻南大使馆被诈实牺牲的少女环、许姓虎烈士。 丹阳市北陵、武龙、高殿三村合并后将村民更名为姓虎村。 生活在幸福的新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国捐去的英烈们。 而以烈士名字命名有关地名,不仅可以体现出对烈士的尊重,更能让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铭记烈士的牺牲奉献,传承爱国血脉。 凝聚强国强军力量,这一做法值得规范和推广。 黄勇志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央视网消息,11月25号,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赤海峡爆发冲突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路升级。 1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乌克兰正准备对亚索海港口城市马里乌多尔方向发起军事挑衅。 俄乌克赤海峡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十个与俄罗斯临近的地区,从11月28号起,进入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其中,就包括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詹斯克州。 而这两个州的部分地区目前实际上由乌克兰民间武装控制,扎哈罗瓦13号说,根据俄方掌握到的信息,乌克兰当局准备于今日利用在这两个州实行的战争状态, 对马里乌多尔方向进行攻击。 向亚索海沿岸地区进发并直抵俄罗斯边境,亚索海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拥有的一片封闭海域, 仅通过狭窄的克赤海峡同黑海相连。 而马里乌多尔是亚索海港口城市临近乌俄边境。 目前,由顿业茨克民间武装控制,扎哈罗瓦指出,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计划对马里乌多尔方向发起军事挑衅的目的, 是妄图通过激化局势的方式延长战争状态, 甚至是取消定于明年三月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 北约呼吁额释放被扣污舰和船员。 克赤海峡事件发生后, 乌克兰一直在积极寻求北约和欧盟方面的支持。 13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队格举行会晤。 斯托尔滕队格再次表达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斯托尔滕队格敦诉俄罗斯立即释放扣留的乌克兰舰船和船员, 称俄罗斯在克赤海峡事件中使用武力不具合法性。 斯托尔滕队格同时表示, 现阶段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斯托尔滕队格还重申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他透露说, 北约将在本月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一批安全的通信装备, 这批装备是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4000万欧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波罗深刻则感谢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表示, 北约应在黑海保持军事存在。 被扣乌克兰舰长拒绝配合调查。 11月25号, 克赤海峡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方面扣留了乌克兰海军的三艘船只, 及船上的20多人。 据俄罗斯报近日报道说, 被扣留的别尔江亚克号炮艇舰长默克里亚克, 拒绝配合俄方调查, 还要求俄方按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 默克里亚克。 报道说, 乌克兰舰长默克里亚克通过辩护律师诺维科夫表示, 自己作为舰长, 将为炮艇发生的一切负责。 下属只是执行命令, 不应承担责任。 他不会向俄罗斯调查部门提供任何证词, 并要求俄方释放炮艇上的其他船员。 他还表示, 俄罗斯方面应该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和他的下属, 日内把公约规定, 禁止杀戮和虐待战俘, 并要给予其人都主意待遇和保护。 在战事结束后, 应立即遣返。 不过, 俄方对此并不认可, 本月8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调查部门负责人石硕夫向媒体表示, 根据日内瓦公约, 这些人不能被视为战俘,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处于军事战争状态, 他们被指控有刑事犯罪行为, 将接受审判。 去年10月, 莫特里亚克曾参加乌克兰海军在黑海的演习。 当时, 他从叫嚣乌克兰海军的小型炮艇, 可以组成狼群, 对俄罗斯大型军舰发起致命攻击。 环球网报道记者昨天, 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多安12日说, 土耳其数日内将在叙利亚的诱发拉底河, 以东地区, 向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消息, 五角大楼当日警告土耳其, 此类行动不可接受。 任何进入叙利亚东北部的单边军事行动, 特别是在美国军队可能出现的地区, 都非常令人担忧。 任何此类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罗伯逊表示, 他还说, 我们认为, 对话是确保叙利亚边境地区持续稳定的唯一途径。 我们还认为, 未经协调的军事行动, 将破坏各方的共同利益。 CNN称, 叙利亚的美国军队, 定期与叙利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武装合作, 共同打击极端组织, 以斯兰国ISIS, 据悉, 美土在对待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的立场上, 存在重大分歧。 美国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重要力量。 但土耳其认为, 他们是土国内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其活动会影响土耳其国内稳定和国土安全。 12日, 埃尔多安排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国防工业峰会上, 向叙利亚宣战时, 批评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一带, 设立观察哨所的举动。 他说, 有一点很清楚, 美国设立观察哨所不是为了保护土耳其, 而是为了保护恐怖分子。 但他同时表示, 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美国军队, 而是该地区的恐怖组织。 我想强调这一点。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12月10日报道称, 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 某个海关军主国几年前曾提出请求, 预购买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的赫尔摩斯, 另一位禁忌审450中型无人机。 这种长航时, 无人机可携带空对地弹药, 但因军事审查的缘故。 报告中未写明这个国家的名称。 这份报告还称, 以色列的军官们思考了一段时间, 经过认真考虑后, 拒绝了该国要求。 于是, 后者转而购买了一容攻击型无人机。 报道称,